对于朝鲜战争的描述,美国新版教科书和旧版教科书,虽然保持了一致的基调,但内容上还是发生了较大不同。 由于篇幅所限,不对美国新版教科书中的朝鲜战争内容进行论述,只根据读者们关心的问题,近星期刚切领事介绍,与旧版教科书最大不同之处,新版教科书直接回答了苏联时否参战这个问题,以下为美国新版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。 苏联不久之后开始向朝鲜提供米格15飞机,空战成为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最多时曾有100至150架美军F86战机和苏职米格15参加空战,所有空战都发生在北朝鲜境内,因为联军飞机不能跨越鸦绿江,而米格15也从未飞过38度线以南,大部分空战发生在米格走廊,位于鸦绿江和平壤之间, 苏联究竟有没有参战?按照美国教科书的说法,苏联并未派出陆军参战,但却向朝鲜提供了米格15战机,也就是说,苏联以这种间接的方式,参与了朝鲜战争,正是由于苏联的支持,使得空战成为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 打破了美军对朝鲜战争中制空权的垄断,使得战火由地面延伸至天空,但是要强调的是,苏联的米格15也从未飞过38度线以南,大部分空战发生在米格走廊,位于鸦绿江和平壤之间。 接下来,咱们聊聊美国教科书中,与中国有关的内容,在美国旧版教科书中,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,但在新版教科书中,与中国有关的内容被大幅压缩,虽然与中国有关的内容有所减少,但在字里行间仍能找到许多历史谜团的答案。 在美国新版教科书中,有两部分内容与中国有关,第一部分这样写道,联合国军第八军从平壤开往朝鲜西北,向中朝边境的鸭鲁江进发,X兵团的一部分开往朝鲜东北。 紧接着,他们继续写道,中国发出警告,要求美军停止向其边境前进,但指望在东西到来之前,结束战争的麦克埃克将军命令联军继续前进。 这是在美国新版历史教科书《朝鲜战争》章节中,首次出现中国两个字眼,透过这部分内容,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当时历史的原貌,进入朝鲜半岛和美国军队,不断的向中国与朝鲜的边境运兵。 在中国发出强烈的警告后,麦克埃瑟仍自意妄为《美国新版教科书》中,还有第二部分与中国有关的内容。 1951年4月11日,杜鲁门总统免去了麦克埃瑟的联军总司令之职,任命李奇未未总司令,杜鲁门免去麦克埃瑟联军总司令的直接原因,是,克埃瑟发表的公开谈话,他宣称必须取得彻底胜利, 并打算轰炸中国满洲里的基地,以及采用其他全面措施。